大家好,我是技士 今天介紹什麼呢? 講回那一天 我拍了一段影片 那段影片呢 我沒試過HANDHELL 拿著A7C HANDHELL 拍攝那些東西 那變了呢? 我發覺呢? OK的,但是呢 始終是有點不穩定 就是有點不穩定 手持的位置差一點 那當然呢 要用一些工具幫忙 那什麼工具呢? 那當然是 大家很熟悉的 屠龍 那我就買了屠龍回來 那我就準備安裝了 那我看看 這支呢 現在新的那一部 ZV10 ZV20 那一部呢 那個設計呢,就差了很遠 那這支設計呢 就還不停地拍片 一邊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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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吵的 那 那邊那些呢 就會很多 那一支 那一支 會很多 先拆掉這個 好 好 然後拆好這個 這個扣 為什麼要拆這扣呢? 因為那個屠龍 一中 已經被拆了這個扣,因為套孔那邊是要上去的 這個就是香港買的,是香港代理的 那其實在旺角,有一間星際三樓,有一間在做袍帽 那它就在做八折,那其實差不多價錢 這個呢,比在淘寶買的更便宜 那變成呢,那就是這個老,買一個 那這個呢,就是給A7C用的 不是,A7C,還記住A7C 那其實這個套孔呢,就很輕的 那這個螺絲就收進去,這樣就很簡單 其實是很適合的,這個位置 那就輕輕的套進去 那呢,就上這個螺絲 那呢,這裏呢,就好像把手 那這裏呢,就很輕輕的 那就可以用這支,慢慢上去 那這個位置 那其實那個位置很適合的 那你一上呢,就基本上呢,就已經 耗實了 那一上呢,已經耗實了 那耗實了之後呢 其實這裏的設計很巧妙的 這個弧位呢 其實你是,握一下手 好像我們那樣大的手呢 它會多了一點點出來 這個位置多了一點點 那這邊的握手呢 剛剛好,現在 之前呢,就壓下去了 差一點的 那這邊呢,它會留空一點位置 讓這個位置 開這個吧 那也不會阻它 OK 啊,那我上去買這些鋪件 先 啊,那我上去買這些鋪件 先 那我自己本身就 可能有個架呢 有個螺絲多了 那我可以 塗上去 那其實呢 啊,不是啊 對了 這裏也有個螺絲的 那你上進去呢 這樣就會 固定了 就不會動的了 那現在呢 就是靠這裏的這個螺絲 那這裏呢 這些呢 持續位置 對了 那這樣呢 你就可以放在這裏 就這樣呢 非常安全 非常的安全 那這些位置呢 按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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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完全沒有影響的 那是差了螺絲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好沒有 就今天再加多個 拿到一個 啟把 都是有值的 那麼 我想買一個木柄 但這個木柄真的很貴 要800元 我覺得真是很肉赤 想回來試一下效果如何 再買那個 這個怎麼裝呢 這個就沒有 沒位置收進去那個 但這個呢 這隻好一點 舒服一點 可以有個膠把手 拿著 剛剛好 這隻比較小一點 還有這個呢 可以轉方位 你轉上去之後 你可以轉到這裏 即是你拍攝的時候可以轉位 對了 那就 蠻好用的 好 這樣裝呢 這個就有個附件 這個附件呢 就是這個 那呢 就裝在這個位置 對了 就這樣裝在這裏 那就可以隨時拿走 隨時放進去 那它就跟回六角色 很簡單 這樣呢 就 這個呢 上去上去 這個 前面這個 這樣 其實就是這個呢 那其實是這個呢 其實就是這個位置 你轉螺絲 它這裡就會移動 你收藥去 你轉 它這裡移動 這個位置 做了一個呼吸 這個位置 上去這裡 這個位置如果不上去的話 也可以用螺絲 也可以插這個位置 我們會把螺絲 這個位置可以了 這不可以 把螺絲 呢 再按藉絲 把螺絲 有些是 那你轉到懼度 那你就可以拿著 這樣拿著 旁邊五個這樣慢慢去拍 這樣慢慢去拍 也都可以做直到把手拍 還有這個呢 如果你真的需要一個扶手 我把這個拆過來 這個可以這樣拿著拍 暫時有幾用 那先用著 看看它怎樣 好 還有這裏的擴展位很高 那這裏可以加配件 這裏有個冷氣位 這裏有個冷氣位 那你的麥克風可以在這裏 駁線下來 駁線下來 駁線到這裏 這樣就可以把這裏 拆在這裏 拿著的時候 這樣 暫時覺得都OK 不錯 好 這樣 這樣 試一下出去 是不是這樣穩定很多 如果坐不到 才買到手柄 好 這樣 這個簡單的開箱 還有我的 Sporting 手把套路 開箱就完畢了 這次非常簡單 好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